大家好,我是阿波罗 我之前在中国读书的时候 每天都吃一个茶叶蛋 回到德国我吃不到 所以我自己学着怎么做茶叶蛋 这个是我从冰箱里 拿出来已经做好的老汤 这个汤我每次做完之后 我把它冻起来 这样用两三次 味道就越来越淡 我就重新再加一些 我本来加的那些调料什么的 这些是我们俩用的调料 四川花椒 八角 丁香 桂皮 盐 一大勺 黑茶 一大勺 然后两个香叶 还有醋和姜油 因为那个老汤已经做好了 所以我们只是加一点点 如果是第一次做的话 肯定再加比这个多 一大勺 醋大概一大勺 姜油大概两个大勺 在汤煮开之前 我们把鸡蛋放进去 加上小火煮25分钟 然后把鸡蛋拿出来浇碎 然后把鸡蛋拿出来浇碎 然后再用刀炸一下 因为当壳里面还有一层皮 如果不用刀炸的话味道进不去 把盖盖盖上 翻一网上 第二天就好了 好 现在我们的茶打理精做好了 我们把它拿出来 这个汤再冻起来 下次再用 味道特别浓 挺鲜的 很好吃 嗯 嗯 中国的味道 回忆的味道 谢谢大家看完小视频 如果喜欢的话 请点赞 关注 转发 下次再见 拜拜